我追求女孩子還沒有失敗過 真的 我真的沒有失敗 三年來到底為什麼會沒有 這時候我們就是要好好的 最後一杯 潘玉文歇斯斷情 自招賀夢亂馬打給前度 你有算過這十首的 連帶頭說你幾段感情在裡面嗎 幾段感情啊 哇 很多段 我算一下好了 星光邦出道的歌手潘玉文 近期推出翻唱專輯 重新詮釋九首女生情歌 其中四首呢 是她過往戀情的最佳寫照 因為這首歌在這樣初戀的時候 高中時期 那時候都會純純的愛戀 就是很單純的因為喜歡一個人 然後你想要跟這個人一起變好 一起努力 第二首歌《真的嗎》這首歌 就是在愛情裡面比較不順利的時候 因為人也都會有失戀的時候 被甩的時候 你有被甩的經驗嗎 其實這首歌就是第一份工作 剛開始成為歌手的時候 開始有賺錢的能力的時候 就是一起取下幸運 就是要去日本過聖誕節嗎 這也是一個滿悲慘的故事 當時她和女友存了錢計畫去日本 一年後錢存到了 但感情卻散了 另外專輯中還翻唱酒令的日不落 我覺得我在談戀愛的過程中 就是會像日不落一樣 熱情跟感情 就是真的會有點像太陽一樣 可以無話不說一直講話 什麼事情都會覺得很有趣 而酒量其差的她透露 又會喝夢想打給前女友 我因為記得09336688 最後幾個號碼我真的忘記 然後我就是打打看這樣 然後例如說打過的是沒有通的 所以打起來是男生接人 然後就趕快掛掉 就是有做過這種荒唐的事 所以一定不可以把手機留著 就是要刪掉 當年來到底為什麼會沒有 我還是有認識一些新朋友 一定有認識一些新朋友 我覺得會比較大的一個門檻 或者是一個問題 就是比較難找到 兩個人可以相處很久 你覺得不對嗎 好像是 因為我覺得用交流軟體 例如說我是直接打 我是潘日文嗎 搞不好有人會覺得是詐欺 或是盜用之類的 所以我正常的話都是朋友介紹 話說你好慢幾許人節 去年終於脫路 你還不加把勁 我一直也以為那個 仁傑會跟我一起 他都跟我約好一起住養老院啊 誰知道蘇姿忽然間 娛樂動新聞 2019年我應該可以完成我的願望 放散兩次 報導